国立中华显华美学院 从今天开始 基盘议和台韩国籍新兴众的 艺术店 这本店我们是由台湾的小光点画廊 跟来自韩国的非专门 专门店的十五位卫甲 做会合作来搭车 以等于艺术的雕和为主题 透过台湾和韩国的新兴众的 艺术家的角度 看起台湾和韩国的新兴众的 艺术了解艺术家 新兴的世界 虽然冲突这些新兴有看 但是透过程序 等现出他们对生命的爱 国立中华显华美学院 这次配合台湾的小光点画廊 跟来自韩国的非专门 专门店的十五位卫甲 这会合作 搭车以等于艺术雕和为主题 透过台湾和韩国的新兴众的 艺术家的眼睛 看起台湾和韩国的新兴众的艺术 这次是由韩国首次往国际发展 所以这一次是选在台湾 然后选在小光点一起合作 那我们这次的特色是 我们有多元的艺术 我们有行为艺术 然后插画艺术 油画各个艺术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叫艺和 我们希望把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价值 融合在这个展览里面 让台湾跟韩国的朋友一起看见 台湾为身心战爱发展的努力 这是一场胸东特别的展览 中华显华美学院 希望透过没有感觉继续創作 穿得出世面豐富的玩意有毛 彰化生活美学馆 非常荣幸这次跟小光点画廊合作 那小光点画廊 平常都是以身心战爱者的艺术 作品才能为主 那我们这次也是希望说 透过彰化生活美学馆 这样一个不太一样的平台 让身心战爱者这些 希望他们透过这些作品 发光发热 然后也让外界可以看到 他们一些创作的才华 那也希望说 艾娃艺文的朋友 特别是一般的社会大众 那一起来支持跟鼓励跟关怀 那身心战爱朋友的艺术的一个表现 这家电纜是韩国非专门专门店 第一次去一般的 各自相心心战爱的 艺术交流电 第一次就在台湾 电纜当中可以看到台湾 10位跟韩国国有艺术家 收担来的53件作品 这些艺术家有没有人生经历 在世面的困难当中 冲作出让人感动的作品 过去中看生活美学馆 要请大家赞回来欣赏 这张台湾国籍新心战爱的艺术店 看记得完的艺术4名了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 彩虹博德